国安热身赛击败超越稿件来源 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 2018年7月4日下午18点 北京中赫国安在工人体育场与大连超越进行了一场教学比赛 凭借王子明和巴坎步上下半场的两立入球 北京中赫国安最终2比0战胜大连超越 买进彩有盈利神器相助 赢钱精选专家观点足彩 我赚开场第15分钟 比埃拉直赛找到王子明 后者冷静施舍打破僵局 中赫国安1比0取得领先 第21分钟 中赫国安获得禁区前任一球 索比亚诺直接打门被对方门将扑出 两分钟后 比埃拉中路策动攻势 将球分给右侧的胡言强 胡言强横传门前 比埃拉跟上的打门 再次被对手门将化解 上半场第27分钟 张希哲后场长传 索比亚诺得球晃过对方后卫攻门稍稍偏出 上半场结束 中赫国安1比0暂时领先 下半场比赛为演练不同阵容 主帅施密特更换了10名球员 下半场进行到第70分钟 于大保右路的球过掉对方数名防守球员后 将球分给巴坎布 巴坎布轻松推车得手 为球队将比分锁定在2比0 中赫国安取得胜利 巴坎布轻松推车传